相信很多小伙伴看电视剧时 都有看到过古代的道士 为了降腰除魔 在身上佩戴一把铜钱剑的事情 在以前的时候 人们都觉得这是想象出来的 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但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一位小伙带着道士 送给父亲的铜钱剑剑宝 专家看完后脸色大变 连连表示赶紧来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历史是特别悠久的 古人们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宝物 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们全都被埋没 我们只有在偶然间才能发现 为了解决这样的情况 我国就开办了很多铅宝节目 希望人们都拿出自己家的宝贝 请专家进行鉴定 这位小伙听到消息之后 就带着一位道士送给父亲的铜钱剑 到节目上铅宝 他表示这是在很多年前 一位道士来到家里赠给父亲的 这把铜钱剑能保父亲一生平安 从那之后 父亲就一直将他挂在自己的身边 从未离开 专家拿到这个铜钱剑后 就数了数剑上共有多少铜钱 一共有84个时 专家就立即变了脸色 让这位小伙赶紧埋了 在古代的时候 人们对这方面是有很多讲究的 虽然这些都是迷信的说法 但专家不希望这位小伙继续收藏下去 更不希望他将铜钱剑卖掉 最好的方法就是赶紧埋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